不怕客人试吃 只怕客人不上门 老板咬起大把坚果 就往客人手里倒 年货大街开卖第一天 人潮挤爆迪化街 更有人远从花莲来 南北货还有那个 你买了什么 这个我们看一下 买这个健康的 健康的 一十十平 还有开心果 还有瓜子 还有肉干 要给孙子吃的 我们有杀价 杀得很开心 我们第一个客人 就跟老板说 我第一个客人 多少个每一顿客人 花生坚果各式零嘴 看到什么买什么 民众开心半年货 店家更乐得把货补齐 QQ七彩软糖 一整堆到一起 看看另一头 红的金的包装牛軋糖 看起来喜气洋洋 小朋友站在摊位前 抓起一大把 什么都想买 要买多少 很多 很多 让吃得完吗 吃得完 零嘴称重计价 看看这一区 一百公克卖五十九元 但去年只卖四十九元 涨幅两成 坚果类一斤 也比去年贵十到三十元 除了反应原物料上涨 还有人工成本 吃了鱿鱼丝 穿古装上衣 摊位前招揽客人 年货大街出动工毒生 有的正柜台 有的盲补货 老板透露 今年因为持续缺工 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开始招人 还得配合奖金工事 今年我们除了时间是一八五以外 我们在公尺达一个时速 我们会有这个奖金的加几这样 年后大街首日 北市卫生局也出动 击查五十家店 其中针对八家进行食品卫生辅导 至于包装和散装食品 全数符合食安法规定 另外商品价格标示 也有十二家店被辅导 全数改善完毕 消保官强调店家必须明确揭露商品资讯 否得最高面临十万人罚还 进行吴雅天鹏品探 台湾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